MD Ryzen 7 980 S3D 如果要说2024年最佳处理系是哪一款 那么必然是MD Ryzen 7 980 S3D 我想应该没有多少的会反驳吧 而980 S3D也已经推出好几个月 到目前为止仍然一颗难求 那么屏幕前的你们有多少人入手的9800 S3D呢? 不妨来打个卡吧 在节目开始前我这里先分享一个对比图 左边是9800 S3D全默认景开启Export的游戏性能表现 右边则是我最终超频好后的性能表现 这样看下来超频后的性能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本期节目我就来给各位分享 我的9800 S3D超频作业教程 首先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粉丝网友露露 有情赞助了我这颗 AMD Ryzen 7 9800 S3D 因此才能好好研究关于9800 S3D的相关超频特性 要特别感谢他给予频道长年的支持与关注 关于AMD平台的超频方法主流的超频方式一共有两种 那就是PBO2降压超频模式以及手动全核心定频模式 而网上也不断有人讨论 究竟是PBO2模式更好还是手动全核心定频更好 但这次的主角是这颗9800 S3D 它与常规的其他AMD处理器 其实在超频条件上有着稍微不同的玩法 才能把9800 S3D的潜力给最大化 为此在开始进入到最终的超频作业分享前 我先花点篇幅给各位分享 9800 S3D在使用PBO2模式 以及手动定频模式有着怎么样的表现 并且看看哪个模式的表现会更好 而这也直接影响最终超频作业的相关选择 在开始进行测试分享前来介绍本次测试使用的主板 这次我是选择了技嘉的S8701 Aorus Mask的超级雕 会选择这款主板的原因后面会再和各位细说 主板本身采用了满满的灰色散热装甲 并且还融入了大面积的镜面效果 整体看起来非常耐看 采用了8层服务级别PCB设计 供电为每项110A 一共16加2加2项供电设计 同时还能支持最高DDR5 8600频率 由于采用了目前AMD旗舰及S8701芯片组 USB接口数量也非常之多 当然也包括了两个带显示输出功能的USB4接口 网络功能也提供了5G有线网口和Wi-Fi系无线网络 并且还将Wi-Fi天线设计了全新的简易快拆设计 说到快拆设计也不仅仅只是Wi-Fi天线接口 主板的第一条PCI5.0呈16插槽也提供了简易快拆按钮 方便显卡的拆装 就连主板的所有M.2装甲也是带免罗斯的快拆设计 完全无需罗斯道就能轻松安抓M.2 SSD 其他像是后置IO的ClassicMOS和QFlex Plus独立按钮 以及多功能按键 数字debutton和独立电源按钮 也是技嘉超级调系列一直以来的标配 除了硬件规格以外 技嘉的BIOS功能也值得拿出来说一说 像是这个Export High Bandwidth Support高带宽释放功能 只需一键打开这个功能无需给内存进行细致的参数调试 也能看到内存读写与颜色性能获得明显的提升 而我接下来的测试也都会直接开启这个高带宽功能 Challenge A同样使用技嘉主板的玩家可以试试看这个功能 此外还有一些非常好用的功能 比如这个Etic OCTURN的AOCT混合超频功能 可以同时启用PBO以及手动订频模式 系统会判断当前CPU的运行程式 来分配启用PBO又或是手动订频模式 比如在游戏时就会启用PBO提高锐频频率 而需要全核心满载的应用时就会切换到手动订频模式 兼具了高锐频单核以全核心频率双重性能加成的特性 不过因为980X3D有特殊的玩法 所以这一次不会启用AOCT功能 还有这个X3D Turbo模式是专为双CCD的X3D处理器耳设 它能够让以游戏性可能都统一在搭载X3D V-Gage缓存的CCD上运行 从而有效地提升游戏性能 但我这一次是使用单CCD的9800X3D 因此也就不需要启用它了 最后就是这个A型CPU PCIe Clock功能 这个就是本次9800X3D最终超频教程的关键功能 不过我这里先按下步表 先一步步和各位分享9800X3D的基础超频调试 最后再和各位完整介绍关于这个功能的使用与调试步骤 而在开始进入到超频分享前 我先放出本次测试平台的相关硬件给各位做参考 首先分享的就是PPO2模式 按照惯例就是手动开启PPO2模式 并且让主板接管三个电流值的参数 再来直接把倍速调整至10 以及锐频提升200MHz 最后就是进入到CropO2MHz的选项 这里我会推荐各位直接从负压-30开始测试 主要是9800X3D是基于3D-VCache的复杂封装特性 这是需要保证一定的良率有稳定性 因此9800X3D的体质绝大多数都很接近 另外我这里也提供一个方法能够快速得知你的负压设置是否稳定 那就是使用AIDA64内置的FP64 Batchmark测试 一般只要能够连续通过测试三次左右 而同时每一次测试时间都很快 能够快速测试出是否出现动屏等情况 然后再搭配Cinebench R23全合性跑分三次 基本上在95%的场景下都是可以稳定的 如果出现蓝屏或动屏就表示不稳定 需要重新调整 而要是负压-30能够稳定过测 就能够考虑继续增加负压值尝试 当然如果-30都无法过测 那只能够减少一点负压值了 而我自己这一颗测的最佳状态是在全合性-35 最终在Cinebench R23的单合跑分来到了2175分 多合跑分则是24157分 对比手动开启PBO提升了4%左右 而主要的提升还是在频率段 不论单合多合都能够跑到5.25G 也就是说如果手动定屏模式的性能更好 那么至少得是全合性5.5G以上 但很可惜的是 不论我设置多少的电压 我这颗980X3D在全合性5.5G下 是无法完全稳定过测的 开机不久就会出现动屏的情况 最终只能够在全合性5.4G加1.2V的组合 才能够稳定过测 锐屏比起PBO2-35模式下略低0.25G 不过网上也有不少人提到 手动定屏能够让频率更稳定 从而达到更好的1%露震表现 那么什么都别人都说 直接用游戏对比来说话好了 这次我是选择了4款游戏来进行测试 分别是设计游戏CS2和军技求生PUBG Mobile游戏Dota 2 以及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 虽然只测4款游戏 但是我直接测满了1080P 1440P以及2160P 三种不同的分辨率 并且游戏测试均以录像回放 又或是实际操作为演示 避免了游戏自带的 Batchmark不符合实际游戏场景的情况 同时除了PBO2 以及手动定屏模式以外 我也会加入 全自动仅开启Export模式下的表现 看看这两个模式对比 全自动又有多少的提升 首先是CS2 测试才用Purple制作的对战录像回放 尽可能还原真实的游戏性能表现 在1080P分辨率中表现最好的是PBO2模式 接着才是全核心5.4G模式 对比PBOAuto平均个别提升了2.8%和1.4% 换到1440P后排名1就不变 不论是平均增还是1%落增 PBO2模式的表现依然最佳 对比PBOAuto平均提升了2.8% 1%落提升5.1% 而全核心5.4G则是提升1.1%以及2.5% 最后是2660P分辨率 这回全核心5.4G的表现和PBOAuto基本相同 而PBO2模式的平均增则是略微提升不到1% 只能算在误差范围 第二款游戏是DOTA 2 测试才用一局职业比赛的选手第一视角 在1080P分辨率中表现最好的依旧还是PBO2模式 特别是平均增表现相比起PBOAuto以及全核心5.4G模式 提升了3.4%和2.8% 1%落增则是提升了5%和0.8% 而由于DOTA 2的特性导致不论是1080P乃至2160P分辨率 因为显卡的性能始终吃不满 导致3个分辨率下的帧数几乎表现一致 因此1440P和2160P分辨率我就不多分析了 只贴出对比图给各位做参考 第三款游戏是对内存性能较为敏感的绝地求说POP-G 测试采用一局游戏回放 在1080P分辨率里还是PBO2模式的表现最佳 平均增对比两个模式分别提升了4%和2.6% 1%落增表现则是提升了7.1%和5.4% 换到1440P由于RTX4080 Super的性能依旧吃不满 导致和1080P的表现非常接近 而这里就只是贴出对比图给各位做参考 接着在2160P分辨率压力总算是回到显卡上了 因此3个模式的差距都不是特别明显 但表现最好的依旧是PBO2模式 尤其是1%落增对比PBO2 Auto仍然有着6.4%的提升 最后是黑神话悟空也是唯一款单机游戏测试 测试采用挑战模式负载二蓝神阳颈的实战场景 而在单机游戏表现上主要压力还是在显卡身上 因此能看到不论是1080P、1440P还是2160P 3个模式的帧数差距基本都不到5帧 所以就不多分析了 只放出对比图给各位做参考 从上述的测试结果来看 可以发现还是PBO2模式更适合9800X3D一些 说好的定屏模式1%落增表现更好呢 至少在我的测试结果来看 并没有体现出如此的优势 当然也可能是X3D处理器有着大缓存的特性 抵消了一些因为动态锐频导致不稳定的情况 但这部分必须使用其他处理器测试才能得出结论了 就9800X3D而言还是PBO2更省心更靠谱一些 只不过在默认状态下的9800X3D 也已经有着非常可靠和稳定的表现了 进行PBO2降压又或是手动全核心超频 我认为更多的是优化1%落增的稳定性表现 在看完了第一轮测试后 接下来就来到了本期节目的重点 因为搭配了9800X3D这款3D V-Cache处理器 并且需要针对它进行特殊的超频作业教程 因此必须选择搭载异步时钟器的主板 而技嘉S8701 Aorus Max的超级雕 是目前几款符合搭载异步时钟器的主板之一 自然也成为了我选择它的原因了 那为何要选择搭载异步时钟器的主板 其实懂行的玩家早就猜到要说什么了 没错就是超外屏 只不过我这次是直接准备好一套超频设置标准给各位做参考 前面在技嘉S8701超级雕主板介绍里 我就提到了这个Async CPU PCIe Clock的选项功能 将这个功能开启后 处理器的外屏就会变成独立的 与其他PCIe相关设备脱钩 这里我必须再重申一点 必须确保你的主板是搭载了异步时钟器 并且打开了外屏独立的功能 否则超外屏会有一定概率出现PCIe设备损坏的风险 因此后果性之负 在开启了外屏独立选项功能后 直接在CPU外屏这里贴写105 这是绝大多数9800X3D都适合的甜点外屏频率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尝试超频到107 但稳定与否不敢保证 虽然105也会有机率出现不稳定就是了 接着我们在已经设定好PBO2的选项里 也就是让主板接管的PBO2电流值 诚实的倍率以及200MHz的略频增加 然后进入到Curve Optimizer的选项中改变输入值 因为大部分9800X3D上到5.6G频率时 电压会有质变的增加 因此Curve Optimizer这里我们需要改为 增压positive来输入 然后输入证实的增压值 到这里整个超频步骤就算是完成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外屏超频方法 需要先设置好基础的手动PBO 以及内存超频稳定性 确保已经是足够稳定了 再做最后的外屏超频调试与PBO2曲线增压 完成了设置后一样先跑三轮FP64测试 确保设置足够稳定 当然想要在极限A点也能够接着提高外屏的频率 建议每次以0.1MHz为准 又或者是进一步将PBO2电压曲线的 镇压值逐步降低 如果出现蓝屏、动屏U5或是重启的现象 我会建议将外屏频率往下降 除非你的散热性能足够强 才考虑继续增加镇压值 那么调整好设置后马上来看看最终的表现 在Cinebench R23基准测试跑分中 单核跑分表现提升最为明显 多二星跑分基本反倒会略低于PBO2模式 但选择9800X3D绝大部分还是希望有更好的游戏性能表现吧 因此提升明显的单核跑分 让我非常期待它的实际游戏体验 接着来看看同样的四款游戏外加三种分辨率下的游戏表现 由于篇幅的关系 每款游戏测试我都会集中三种分辨率来和各位进行分析 在CS2中对比PBO Auto 1080P分辨率平均增和1%弱增都提升了8% 1440P则是平均增提升了16% 1%弱增提升了10% 而2160P则是提升不大 平均增和1%弱增只有1.5%和5.3%的提升 另外对常规PBO2模式也有一定的性能提升 然后是DOTA2由于三种分辨率的表现都基本一致 这里就直接总结三种分辨率的成绩好了 三种分辨率对比PBO Auto获得了平均增10% 以及1%弱增12%的提升 同样对比PBO2模式提升也比较显著 再来是绝地求生PUBG 1080P和1440P受限于无法施码RTX4080 Super 对比PBO Auto在平均增与1%弱增分别提升6.5%和10% 而1160P分辨率只有略微的提升 最后是黑神话悟空 通过超外屏的手段总算能看到些许的帧数提升 但提升幅度还是了胜于无 倒是1%弱增的提升较为明显 就上述的游戏性能表现 给这个经过外屏超频结合PBO2的9800X3D打个分吧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进行外屏超频的9800X3D对比默认模式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原以为在全新设计的9000X3D系列CPU在开放了主流背屏调整后 手动背屏超频的可玩性会非常大 但没想到最终的效果却如此一般 反倒是超外屏这个步骤比起想象中轻松和简易不少 而且搭配PBO2的镇压收益还是最大的 只不过需要的条件也更苛刻一些 那就是必须使用搭载易步时钟器的主板 以及搭配更好的散热手段 另外处理器超外屏对于昌试器使用是否稳定 我确实给不到观众们一个答案 因此是否要进行外屏超频这一点 各位还是斟酌考虑清楚 不过我必须承认 这一代的9800X3D即使在不做任何超频调试的情况下 对比上代7800X3D的游戏性能稳定性明显更好 而且整体完成度和性能下限也非常高 进行各种超频手段后的收益真的没有特别明显 因此就算你买回去只是默认打开Expo模式使用 用起来的体验也已经非常棒了 除非你想要进一步榨干9800X3D的性能 那么确实可以考虑上述几种超频调试的方法 不论是PBO模式还是手动全核性定屏 甚至是上线更高的外屏加PBO2增压的手法 我想应该会有适合你的超频调试选择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关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